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英国军方质疑据称发生的阿富汗非法处决 调查听证会透露 哈马斯官员表示 该组织愿意就与以色列停火进行讨论 哈马斯武装部队威胁说 如果以色列继续无预警地发动攻击 他们将杀死俘虏 麦卡锡的罢免可能会危及2024年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 日本企业加快了电动汽车续航增强材料的生产 等等 请大家收看 英国军方质疑据称发生的阿富汗非法处决 调查听证会透露 南华早报 英国国防部已下令进行独立调查 以调查特种空勤团士兵 在对阿富汗疑似塔利班武装分子进行突袭时 是否处决了没有威胁的人 调查还将审查军事警察的调查是否得当 以及是否掩盖了任何非法杀人行为 去年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报道称 特种空勤团士兵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已可疑情况杀害了54人 两名受害者的家属已经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司法审查 哈马斯官员表示 该组织愿意就与以色列停火进行讨论 路透社 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表示 哈马斯愿意讨论与以色列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 因为该组织认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阿布·马尔祖克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电话采访中 发表了这番言论 表示哈马斯愿意接受类似的事情和所有政治对话 哈马斯武装部队威胁说 如果以色列继续无预警地发动攻击 他们将杀死俘虏 路透社 哈马斯的武装艺威胁称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轰炸民居 他们将处决一名以色列平民俘虏 哈马斯武装艺发言人阿布·乌拜达表示 他们一直遵循伊斯兰教的指示 保护以色列俘虏的安全 但将以色列归咎于增加的轰炸和对平民的杀害 麦卡锡的罢免可能会危及2024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 华尔街日报 最近对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锡的罢免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争斗 并引发了对该党在2024年能否保持对国会控制的担忧 这种担忧在加利福尼亚州尤为严重 因为明年选举中有7个共和党席位被视为摇摆席位 麦卡锡的离职还引发了对谁将担任该党最重要的筹款人和 保护该党最脆弱成员的角色的担忧 共和党人担心他们党内的持续动荡 特别是如果导致政府关门或阻碍美国帮助以色列的努力 可能会让选民失去兴趣 麦卡锡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筹款人 并致力于保护在激烈竞选中的共和党人 尽管麦卡锡表示他将继续在共和党的竞选中发挥作用 但他的未来计划尚不确定 下一任众议院议长可能没有像麦卡锡那样 与加利福尼亚州有着紧密联系 但他们将理解中间派在摇摆选区获胜的重要性 共和党人表示 在下次选举之前 他们有时间纠正自己的方向 并且通胀和犯罪等问题 比国会的内部斗争更受选民关注 日本企业加快了电动汽车续航增强材料的生产 日今亚洲 随着对性能更高的电动汽车 EV需求的增加 包括三菱化学集团和续化成在内的日本公司 正在增加增强电动汽车性能的材料的生产 三菱化学计划增加用于制造氮化家 Gang的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机板的生产 这可以减少功率损耗 并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续化成正在增加用于 涂附电动汽车电池的树枝材料的生产 这可以改善绝缘性能并延长续航里程 其他日本公司 包括JFE钢铁和日本钢铁 也在投资改善电动汽车性能的技术 2023年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推出进展如何 南华早报 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 正在迅速获得推广 已有26个城市参与试点计划 注册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商户 达到了560万家 交易量已达到9.51笔 价值1.8万亿元人民币2500亿美元 较上年的1000亿元人民币有所增长 现在电子人民币已对外国人 和中国公务员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还与其他四家央行合作 共同推动Mbridge平台的建设 加速数字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使用 并降低跨境资金转移费用 Ozenpate对生意不利 彭博社 开发增加消费的药物 如新冠疫苗的制药公司 可能更有可能从股市的普遍所有权中受益 普遍所有权意味着 公司都为统一所有者工作 并且是统一普遍信托的部门 这可能鼓励公司协调行动 为了整体公司的利益而牺牲个别利润 然而 如果一家制药公司开发出一种减少整体消费的药物 会发生什么呢 这可能对其他企业和同时拥有制药公司 和其他企业股份的股东造成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 普遍所有权可能不会鼓励协调行动 公司可能更关注个别利润 社福乐汽车交易具有多个价值驱动因素 路透社 德国工业集团社福乐以38亿美元收购 Vitesco Technologies是在经济衰退前夕的一项冒险举动 然而 这比交易是有道理的 因为两家公司都受同一家德国家族控制 这次收购将使社福乐能够扩大在电动汽车市场的存在 并将其电动汽车销售额增加到2030年集团总销售额的30% 这次合并将通过对家族未持有的Vitesco股份进行招标 然后与剩余股份进行合并 预计这笔交易将带来35亿欧元39亿美元的成本协同效应 内塔尼亚胡正在将美国卷入与伊朗的战争中 半岛电视台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一篇专栏文章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可能试图扩大与哈马斯的冲突范围 将伊朗纳入其中 该文章指出面临腐败指控的内塔尼亚胡可能看到了一个机会 通过升级与哈马斯的冲突并指责伊朗支持和指挥袭击 来欺骗拜登政府与伊朗开战 美国已向该地区部署了额外的军事力量以支持以色列 但尚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与伊朗开战 台湾需要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总统将会说 路透社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周二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强调 台湾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并通过自己的国防计划保护自己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过去一年来 台湾面临着来自北京方面不断增加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蔡英文将强调她政府维持现状并不挑衅中国的承诺 她还将强调台湾决心保护自己并决定自己的未来 指出该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包括推出国产潜艇 蔡英文的演讲是在台湾明年1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前发表的 骑士橄榄球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加入 美联社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组织者提议 在夏季奥运会回归美国时增加旗帜橄榄球项目 该提议将由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 如果获得批准 这将对美国橄榄球联盟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 因为他们继续推动全球曝光 旗帜橄榄球是美式橄榄球的一种较为非暴力的版本 比赛在一个50码长的场地上进行 每队5人 增加旗帜橄榄球项目 以及棒球 垒球 长驱棍球 地球和板球 将有助于吸引更年轻的观众参与奥运会 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对中国在中东的立场进行考验 南华早报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态度正在以以色列和哈马斯最新的战斗中受到考验 中国与俄罗斯 土耳其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一起呼吁保持冷静和克制 没有谴责哈马斯 也没有支持以色列 中国的回应与其长期以来避免卷入外国冲突的政策一致 然而 以色列批评了中国的回应 并呼吁他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中国强调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 并支持这样的呼吁 因为从长远来看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加沙人表示无处可去 因为他们准备应对哈马斯袭后的以色列攻击 路透社 居住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担心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军事行动 可能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 巴勒斯坦人正在为这次针对这个狭小而拥挤的非地的攻势做准备 这次攻势超过了以往的破坏性战争 以色列军方已经通过手机短信 告知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某些地区 加剧了居民的恐惧 巴勒斯坦平民已经开始逃离家园并储备食物 但他们担心尽管哈马斯有保证 但供应将会短缺 苏丹表示将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路透社 苏丹宣布将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这是在两国外交部长会晤三个月后做出的决定 苏丹在2016年切断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原因是德黑兰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遭到冲击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在中国的斡旋下 与三月恢复关系 这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的期望 苏丹外交部表示 恢复关系的决定是在两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高层沟通后做出的 将为双方的共同利益服务 如果美国限制中国的RiskV芯片标准 科技战争可能会加剧 南华早报 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都呼吁拜登政府采取行动 对抗中国越来越依赖的开源芯片设计架构 RiskV 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升级美中科技战 RiskV是一种开放标准的指令级架构 允许芯片开发者配置和定制自己的设计 中国已经将RiskV视为绕过美国技术限制的潜在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摆脱英国半导体设计巨头ARM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西方被指责在对巴勒斯坦和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 半导电视台 在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 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泽连斯基向受到袭击的人们表示慰问 并表示以色列的自卫权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批评这些声明 认为他们凸显了双重标准 他们指出 尽管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权利受到赞扬 但对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的支持 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延伸 批评者认为 西方世界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人标记为恐怖分子 而将乌克兰人标记为自由斗士 这种被认为存在的双重标准引发了争议 并引发了关于西方的虚伪和在冲突和人权侵犯问题上 需要一致标准的讨论 这种情况还引发了关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作用 以及公众人物在处理和参与这些问题时的责任的问题 油价不需要中东战争来继续上涨 华尔街日报 最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石油供应和通货膨胀的担忧 虽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 但伊朗参与这次袭击可能会导致拜登政府对伊朗石油供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这可能会导致2024年后潜在的石油短缺 并使俄罗斯受益 俄罗斯可以为目前购买伊朗原油的中国电油厂提供供应 这次袭击还危及了白宫斡旋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 该协议可能会导致沙特阿拉伯明年增加石油产量 由于OPEC家的产量政策和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自愿减产 石油市场的紧张局势已经引起了关注 卡塔尔将使用7个世界杯体育场举办亚洲杯 路透社即将在卡塔尔举行的亚洲杯将在9个体育场举行 其中包括去年世界杯使用的7个场馆 比赛将于1月12日至2月20日进行 开幕赛和决赛将在卢塞尔体育场举行 24支球队将被分为6个小组 卡塔尔作为未免冠军被分在A组 与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黎巴嫩同组 以色列军方表示 其部队击毙了从黎巴嫩渗透进入的武装分子 路透社 根据以色列军方的消息 以色列士兵在周一击毙了至少两名 从黎巴嫩越境的武装分子 此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激进分子 在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之际 真主党官员否认参与此次行动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官员也否认参与 黎巴嫩南部居民报告称 以色列边境地区遭到了猛烈的炮击 导致一些人不得不离开家园 在目前加沙冲突之前 黎以边境地区的升级风险已经在最近几个月里上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专属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英国军方对于阿富汗非法处决的指控进行了独立调查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以确定事实真相 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讨论 并对英国的军事和司法体系提出了质疑 接着 哈马斯官员表示愿意讨论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可能有助于降低紧张局势 然而 哈马斯的武装部队威胁称 如果以色列继续无预警地发动攻击 他们将处决一名以色列平民俘虏 这种言辞可能进一步升级冲突 使局势更加紧张 在国内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呼吁采取行动 限制中国对RiskV芯片的依赖 这可能加剧了美中科技战 这表明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冲突 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重要创新 也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优势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并进行深入分析 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些新闻 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多多简报